第大事如何看得清清楚楚 专业财经如何说得明明白白 最权威的评论员 最多元的智慧激荡 新闻热点难点 我们去说最关键的 财经大事且看央视如何评说 各位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晚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沈竹 老百姓看病总希望去家大医院 找一个有名的好医生 但是往往大医院好医生就那么多 免不了要跑跑远路排外长队 而对于很多大医院的医生来说 每天就诊的患者那么多 也让他们不堪重负 那么如果让医生流动起来 多去几个地方看病 这样的话是不是一方面让患者少跑路 一方面又能让医生增加收入呢 是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呢 这种医生多点职业的方式 是目前我国医疗改革当中 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但是事实上 多点职业这个概念 自从提出之后 一直到现在执行的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3月2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今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下一步要加快公立医院改革 合理把控公立大医院规模 优化医疗资源布局 为患者就近就医创造条件 有序放宽 社会力量半医准入 落实医师多点职业政策 减少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完善基本药物制度 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会议强调 医改是长期复杂的过程 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让人民群众共享 医改公立 其实在深圳 医师多点职业 几年前就开始试点了 以前南澳人民医院 是个乡镇卫生院 只会看一些简单的小病 周围村民有疑难杂症 都得折腾到60公里外的市区医院 路途远 价格贵 十分不变 2009年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与南澳人民医院开展合作共建 王宇龙作为康复医学的学科带头人 将第二职业地点定在了南澳人民医院 重点就是查医兰病的康复 重症病的康复 那么除了查房以外 有很重要的人员的培训 在王宇龙的指导下 南澳人民医院配上了先进的医疗设备 语言治疗室等 也建立起来了 康复医学成了南澳人民医院的特色门诊 并带动了其他学科全面发展 之前呢 我们的业务量充其量 一年的门诊量也就是三万左右 年业务收用量也就是八百万左右 但是有了这个进去之后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吧 今年门诊量已经将近十万 多点职业同时也使医疗专家 王宇龙所在的康复医学科增加了病房 拓宽了研究领域 进一步增强了学术水平 确实啊医生的多点职业这样的一个政策 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遐想 就是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患者 那些离大医院不是那么近的患者 能够不跑那么远的路 不排那么长的队 就可以看好病 这样的事情能够实现吗 我们今天欢迎演播室的两位老朋友 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 刘国恩先生 一位是老朋友张宏 刚才在片子当中大家也看到了 而且我们多年当中做医改的时候 经常会期待 我刚才说的能成为现实 就是我们不用在大医院排正常的队 而且周围租房子 或者说是住旅馆 才能够跟好医生见个面 看好病 就这种能够在家门口看好病的期待 能够通过医生的多点职业 这样一个破题实现吗 我想医生多点职业 可能不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部 但它一定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重要的一个环节 或者说是一个切入点 我们现在中国看病就医的主要矛盾 事实上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大医院里面的资源过度集中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社区的医疗服务平台 除了我们现有的政府办的社区卫生中心而外 并没有非常活跃有效的私人诊所 社会办一的机构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两个方面同时能够推进的话 将会非常有助于你刚刚说的 在中国以后看病经济所比现在要方便的多 有效的多 但是我们也会有担心 原来说是医生经常是走穴 或者我们一些想法什么 但现在的这个多点职业 跟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医生走穴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吗 我曾经在一个地级室里边亲眼看到你说的那些患者 能够看到那些大医生 有一个地级室 他们的眼病患者 每个周日周六都能有一个来自于某著名三甲医院的眼科大夫 到这来给动手术 真好 真好吧 但是前年出现了一起医疗事故 就是这一批动手术的全都眼部感染 手术失败 为什么眼部感染呢 是因为是偷偷弄的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地级室的这个消毒水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消毒 和这个来自大医院的这个大夫 知名大夫他没接上轨 没配上套 然后出现了细菌感染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然后就被叫停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你说的私下里的走穴 这个大夫就是小李肥刀 就是每个周末来飞一下 然后给你看个病 确实让患者看到 但是因为它是地下的 所以大家都很匆忙 都偷偷摸摸的 私下里建个大腕 所以一系列的配套就全是地下的 它就带来了一些安全的隐患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下的走穴 有可能变成一个地上的 公开的 它是合法的 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看上这些人 看上这些大夫 还可能产生的一个好的是什么 它能带动我们这个地级室 县级室 什么县 就是基础的这种医疗 它能跟上 它能带你 它能帮你 因为我是合法的 我要偷偷摸摸的 我来我赶紧点动手术 我就跑了 很多的风险是失控的 对 那我其实刚才说到一些担心 就是多点职业 它毕竟让好医生 有了流动的可能性 我们大家都期待着 可能不出家门 就能见到好医生 就能把病看好 但是也有人说 好医生可能就这么多 他去了别的地儿 我们这地儿怎么办 肯定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 对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太简单了 就是以为这个医生多点职业 或者自由职业 是个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 其实不是 如果我们实行的这个多点职业 最后能够走到自由职业的这个平台上去的话 它一个是使得我们很多这个专家 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棋子 这个打造一批新兴的团队 使得我们医学院校别的这个学生 就可以团结在他们的职位 在广大的社区的诊所里面 发展壮大 这些社区的各种诊所 那么就可以承担我们非常重要的 为老百姓这个这个看病就医 特别是不是就是特别 特别是这个感冒发生拉肚子 这样的小病 就可以在社区得了救治 与此同时 他们也可以从他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把重症病人筛选出来 输送到或者转诊到大医院 在大医院里面 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 这个优秀的 这个好的这个专家 就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技术 集中在我们重症病院上 这样的话 即使我们大量的百姓 在看门诊服务的时候 在自己的社区 就可以接触到比较优秀的团队 与此同时 大医院里面看病就医 就没有那么拥挤了 把这个资源更多的留给我们重症病人 那的话就是对我们双方都是好处 我真的很憧憬这一天 但您就说的资源的有效配置 更多的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这可能就是让好医生的价值 发挥的更大 让真正的这个品牌效应 在我们的医改当中成为一个领先 能够撬动整个医改的一个敲门砖 今天网友的回应特别热烈 我们来分享一位水花 他说看病男不是没有医院看病 而是有水平的好医院不多 现在许多社区只能处理 一般的头痛脑热 配备的也只有一般的医生护士 如果能够推进医生的多点职业 能让百姓现任的高水平医生 到基层社区做诊 那谁还愿意跑长路 排长队花大钱去大医院去呢 在目前的公立医院 发展不足的情况下 允许社会资源成立私立医院 让一部分有条件的患者 分流到私立医院 是比较有效的解决 普通百姓看病男的途径 他提到了一个分流的概念 这种分流能不能够成为 医生多点职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事实上医生多点职业要做的 就是对我们的医务人员进行分流 这个分流呢 但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行政的手段 来进行这种规划性的分流 而是通过我们医生 在更为广阔的一个 全国上下可以自由流动的 医生这个人力资源 这个市场里面 进行自我更好的选择 使得我们这个医生的资源 配置到最合适的地方去 所以他和我们过去的 把医生派到下面去 这个完成一项任务 是有本质区别的 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多点职业 是我今天在三甲医院做诊 明天我到社区医院做诊 后天我到县级的这样一个 什么什么二甲医院做诊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能不能解释再明白一点 对不是这样子讲吗 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 医院的这个医生呢 他只有一个职业地点 如果我们允许他多点职业的话 他很可能去另外一个公立医院 或者去另外一个政府办的 这个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去做 其实这个并没有根本上去改变 我们医务人员这个优质资源的 一个配置的效率并没有改变 因为他们其实自己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现在我们要想的就是 如何通过我们这个高端医院里边 优质医生这个队伍 以他们作为一个棋子 能够发展壮大一个 他自己的团队 这个团队是自根在我们广阔的社区里面 就是所谓的社会诊所 私人诊所 这个私人诊所起到好几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是让我们越来越多的 每年毕业的医学院校的学生 能够有个去处 现在我们医学院的学生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去大医院里面 要么就改行去卖药去 比如说他们中间是没有 去大医院的可能又很小 因为大医院里面有行政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条件 包括门槛 包括这个编制 这个让我们大量的医学院校学生 有个统计 大概是60%以上的毕业医学院校的学生 是无路可走 最后选择这个 去改行 去干其他的事 如果我们能够推行多点职业 特别是自由职业 那么这些医学院学生 就会团结在 我们这些好医生 民医的周围 形成越来越有效的 庞大的服务在社区的 各种各样的诊所 这个使得我们的医务人员 不至于流逝掉 同时使得我们广大的百姓 在社区可以看到好的医生 而由他们服务平台 把真正的重症病人 又能够筛选出来 使得这些重症病人 在大医院里面 接受到比现在要好的 多的一个服务 尤其是时间上的一个服务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去过大医院 不管是重症病人也好 还是一般普通感冒发射的病人也好 都在一个场所里面去拼 拼抢非常稀缺的医生这个资源 事实上是我所知道的 他可能是我所知道的 对这个资源最大的一个浪费的制度案来 这种错配也耽误了很多病人真正的一个治疗 但是我们也担心这样的一个多点职业 对于一些个有优质医生资源的大医院来说 很多医生其实已经忙不过来了 他们有没有可能真的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位网友他的回应 非人他说 医患矛盾现在常见的就是看病贵 看病难 其根源就是明大夫 明医院等优质资源太少 太集中 让医师多点职业可以解放明医 有助于优质资源的逐步分流 但改善看病难的问题还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 这取决于明医在其他医院 是否能够得到患者的认可 中小医院的医疗配套设备 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 说到了一个解放医生的这样一个生产力 我特别感兴趣 张工你认为整个的一个医生的多点职业 能不能够成为撬动解放医生生产力的关键一环 其实我们这次医改的思路 我觉得如果用一个字说的话 就是放 放 如果要是两个字的话 就是盘活 就是刚才刘教授说的 其实我们市场在资源配置里边 要发挥主体作用 那最有效的资源 最好的资源是什么 是人的资源 但是刚才刘教授说的这个 都是特别理想化 特别完美的 我特别同意那个方向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看我们在试点这些年 为什么多点职业很难推 你刚才我们从患者的角度说 好啊 这个都到我们这个下边来了 对吧 从基层来说好啊 从民营医院说好啊 你这个民医都集中在那 到我们这来看病吧 好 我们回过头来 最有话语权的 大医院的院长 他同意不同意 他不同意 他为什么不同意 我凭什么 你这一项是我事业编制 首先 对不对 我的福利啊 什么科研 我都是我给你投钱的 你的名气是哪来的 名气是我给你的 我三甲医院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要出品 弄你的品牌 你的品牌在我这 我得有效的利用 为什么刚才刘教授说的 我要让一个 一个如此 这个大的 这个大牌医生 大炮去打蚊子 去治拉肚子 广告 我也要品牌 对不对 否则的话 我不用他来 我一小医生在这 那还用全国人民都到我这来看病吗 那我这个医院 我还有效益吗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有一个体制 有一个机制 有一个中国最传统的单位人 单位人就得归单位管 你让他流动出去 那单位不同意 对 目前医生多点职业 或者自有职业 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在他所述医院 对他的这个约束上面 其实医院层面上 要应行约束他的话 已经是违反这个政策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软约束 对 更大的问题是软约束 软约束就包括了 我们这个 这个常年累议 行使这种 公立医院行政配置资源 最后集中垄断的 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机会 那么这些机会 这些条件呢 是这个 是和公立医院绑在一起 在 比如说这个 这个职位的晋升 比如说事业的发展 比如说编制待遇 比如说退休以后的 各种福利待遇 还有科研 教学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的条件都深深的绑定在我们公立医院上 你如果要从公立医院走出去 自有职业也好 多点职业也好 你将会自己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 我们经济学上把它叫做机会成本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更多的医生走出这个公立医院的象牙塔 能够以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权威建立起服务在社区的团队的话 要尽可能想办法减小他们出去的代价或者机会成本 这就是要加大我们这个在公立医院里面行政配置资源的力度 这也非常契合我们这个18级三中全会 这个这个 严格控制大医院规模的 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市场的配置资源 如何破单位人的这个怪局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个名医他要真正的解放他的生产力 可能要真正的要走入市场 如何调动市场真正的这个手来调动我们这么优秀的医疗资源的这样一个真正的配置 我们需要打通哪些个真正的看节 稍时休息继续回答 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今晚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们关注的是一改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医生的多点职业 大家有了新的期待 就是我们守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够见到好医生 不用走那么远的路 排那么长的队 而今天这样看上去很美的政策 为什么在执行的过程中 却遇到了重重的难题呢 刘春明是深圳市眼科医院的一名科室主任 在他看来自己工作繁重 出去多点职业虽然能多挣钱 但权衡下来还是得不偿失 我每个星期要做的工作 除了三个工作日的门诊 还有两个工作日的手术 甚至我每天晚上回到家 还要去看大量的外文资料 还要撰写科研论文 所以基本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去出去 而对陈青山来说 更多的是对多点职业地点医疗条件的关系 他的条件包括他的职业环境 他的设备 他的流程 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去到底下去职业的话 你这个医疗的风险就要大一些 另外医生要多点职业 首先要向所在的医院提出申请 只有经医院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程序 到卫生行政部门登记同测 而对大多数医院来说 除非医院之间有合作 否则很少会同意自己的医生 老半年开展多点职业 你到目前为止还是单位人 你的上班 你要劳动 基本劳动纪律 那是要求你上班时间 必须在单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医院的职业 也不允许到目前为止 作为经医院来说 不允许你放到其他单位去 据一份抽样调查 医生们对多点职业存在多方面的顾虑 医疗纠纷及风险方面的 占65.5% 担心原单位所调的 占60.6% 担心晋升职业发展 受到福利影响 占45% 此外 医生出去多点职业 还面临着他在原单位的工资 福利以及社会保险 等方面怎么划算 更主要的 如果不是医院之间的合作交流 一旦因为多点职业产生了医疗纠纷 还会对原单位产生过面影响 在这些压力之下 多点职业的冷清 就以何想而知 确实外界评价如此之高的 这么一个政策 医生的多点职业 希望能够解放医生的生产力 盘活整个医改的一盘大旗 那为什么在落实起来 确实困难重重 确实站在大医院的角度 我有这么多的名医 我为什么要放资源给别人 作为单位人的医生来说 也非常的矛盾 他要需要单位的审批 哪个单位会放出优秀人才给别人呢 作为小医院来说 他当然高兴了 他希望更多的人下来 但是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 一个胶着局面就出现了 还是要放 就除了对人的放 刚才刘教授说了 就是你对医疗机构也要放 因为你没有对医疗机构的放 其实这个人 他没有更多的选择 怎么放 他去哪呢 就是你有更多的民营医院 你有更多的私人诊所 我就可以有创业的冲动 我可以有选择的这个冲动 否则的话 机会成本太高了 政策上需要什么支持 我要放弃事业单位的一个编制 去做一个 那你想想你连养老 我这个风险太大 现在年轻的大学生都要挤破头 进入公务员这个系列 需要什么样的指挥棒 引领这个政策 让民营医院 让外资这个参股 昨天李克强总理已经说了 民营医院要享受同等的这个待遇 和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 然后要减少对外资的这样控股的一个限制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这个待遇 在实际操作当中 虽然法没有禁止 我们开一个风和类的医院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上 你要想办一个医院 男子首先准入 你达到门槛 他都可以说我不允许 还有相关的医保 平支撑等等养老 等等这些科研 科研资金全都在公立大医院 民营医院你想申请 那难于上春天 所以一系列的不平等 都要让它平等化 然后人才有更多的选择 这边的成本才显得小一些 我想其实如果我们要更有效的推进 这个医生多点职业 就要在两个方面重点的去推进这个工作 第一就是刚刚他讲的 中国今天医疗体制改革 跟其他行业的改革一样 改革的最大的红利来自于开放 这是最简单的 最务实的 最有效的 至少在当前阶段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 第二要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 去逐步的加强 我们行政配置资源的力度 让我们这个行政资源不能够绑架 我们全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 让行政这个体制内的各种待遇 各种条件越来越保弱 这个时候就会稀释掉在行体制内去工作的这种优厚的待遇 使得我们到社会去服务到社会去办医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小 我想就这个两个方面我们把控住 至少在当前来看 是非常有助于我们推进这个医生多点之间这个工作 如果说我们要严格控制大医院的规模 让体制内的这样一个能量真正的在社会中得以释放的话 我们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 我想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是那句话 如果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能够紧紧的把握住 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基本的方针 就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 应该在我们资源配置当中取得的一件重要 其实说白了 我们第一个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开放 让越来越多的市场力量 能够在开放的市场中发挥作用 第二就是逐渐的或者逐步的 让我们这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这个价格机制 能够越来越多的反映市场的工序状况 那么形成我们这个有利于解决